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进行一个这个粘粘胶的一个对比小展示 两个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10来米 10来米呢,是一个专门是做我们这种绿色的粘粘胶 也不是专门做绿色的粘粘胶,但是感觉是做 它的粘粘胶呢,都是以绿色和这种荧光色为主 那么我们这个小罐子当中呢,粘粘胶呢,是一款可以放屁的粘粘胶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拉长,然后这边呢,应该是可以把它揉成小球 还可以呢,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个小的工具 或者是小的这个形状,我们可以把它拉的特别的长 然后呢,大概是,我刚刚是差不多感觉了像 是能够给它拉成1米2左右 非常的棒,我们这边还可以给它打个截 然后呢,我觉得它是可以把它拉开来 然后你可以给它做任何的你所喜欢的这个 做粘粘胶或者是玩粘粘胶的一个活动 然后这个是它的名字呢,是叫做Poopsie 为什么叫Poopsie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把手指伸进去或者是戳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像放屁一样的声音 虽然声音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呢,已经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啦 然后它会放出这种Poopsie的声音 嗯,不知道观众小朋友能不能听得见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Slime 我们这边它是叫做Mega Elastic 我们的Mega Elastic呢,是一款这种绿色的荧光粘粘胶 或者是这个荧光的一个鼻涕胶 它的这个官方的名字我暂时还没有找到 不知道它是不是就叫做史莱姆 它的弹性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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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 感觉它可以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特别的长 嗯,它要比我们刚刚那个弹性要大很多 刚才那一款呢,它是有点偏向于这个水分更多 然后我们这一款呢,是弹性是非常的十足 嗯,在这边呢,Yoki姐姐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如果你拿到了这个史莱姆或者是粘粘胶呢 它的这个水分特别多的话 是一定要注意要给它把这个盖子要给它盖上 然后是要这个,注意给它保湿 不然的话呢,它就很容易去脱干 干了之后的话呢,它就没有像以前一样的这么充满的弹性 手感呢,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我们的Poopsie 我觉得是会更加的润滑一些 手感呢,会更像果冻一点 我觉得这两种颜色的话呢,已经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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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似了 如果是说,要说唯一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呢 那可能就在于我们的Slimy Mega Elastic的话呢 会更加银绿色一点 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如果想看到更多好玩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和一个订阅 每天都会订阅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